在山东能跟国际化都市 画等号的城市 只有青岛 山东是六个城市 青岛是标签最多的一个 也是实力最强的一个 也是唯一能让省会济南 没面子的一个 北高城市季军 山东城市火车头 新一线城市 奥运城市五岛金花 青岛的光环太多 一时半会儿都数不完 就这么说吧 在山东只要你不跟青岛聊历史 青岛几乎方光外面都是优等生 1891年青岛建成 七年之后的1898年青岛开步 开始了大规模城建 山东是六个城市里 建成历史比青岛短的 屈指可主 内陆的济宁 四国 维方济南 都是古代山东的主场 谈青岛的古代史 也大概只有秦始皇的五四东旬 三四到访狼牙 在狼牙建 狼牙台东跳大海 徐福也是从狼牙出发 踏上了入海求仙之旅 青岛的戏份 是从近现代开始的 1919年的那把火 就是被青岛点燃的 青岛是个 喜满勇敢热血的地方 现在的青岛 修建了五四广场 成了打卡圣地 在全国六百六十多个城市里 青岛一直是 最少年感满满的一个 有份调查数据 说是内地的影视剧 有近三分之一 曾在青岛取过警 手机金婚海上风暴 再到近些年的父母爱情 功勋 巡回检查组都在青岛拍摄 电影那就更多了 青岛的东方影都 以科技取胜 诞生了流量地球 疯狂的外星人 环太平洋二等等 青岛还有很山东的一面 青岛是一座 不会喝酒就没有朋友的城市 在青岛的生存指南里 喝啤酒吃嘎啦洗海澡 是青岛人再普通不过的日常 上世纪90年代末 海尔海信青皮双星奥克马 五岛金花响应全国 二十多年过去了 青岛制造业依然强悍 青岛制造的高铁动车 占全国运营动车组的60% 青岛制造的地铁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青岛太优秀了 我头回替济南感受到了来自青岛 全方位方方面面的压力 跟青岛比济南也有自己的优势 啥优势 在济南考边考进省值部门的概率更大 机会更多